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三句俊戒难得闻 今于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此意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于全菩萨戒 各位菩萨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长 我们翻到课本七十二页 大本的七十二页 我们上周 把这个 邪命法界讲完了 接着我们要讲这个调动息息戒 在调动息息戒里面 看到七十二页的倒数第三行 更是调动息息戒 底下它分成两颗 两颗心一名犯相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属于染污心的违犯 第二颗就是属于没有染污心的违犯 那我们先看这个属于染污心的违犯 属于染心的违犯 诺诸菩萨 安住菩萨 境界律于 唯掉所动 就是被调局 所动乱 心呢 没有和这个 这个明了性的心呢 有所动摇 那有可能是 对于这个 过去的这个 有可能是如意的境界 或者是不如意的境界 或者是说呢 在异想未来这种种的 如意的事情 或者是担忧的事情 所以心呢 就没有明镜而住 那么和一些妄想或烦恼所相应 那么这都是属于调局 为调局之所扰动 令心散乱 不得极静 那因为你调局了 心就不极静 心不极静的缘故呢 不乐远离 极静独住 那欢喜什么呢 欢喜相杂众处 相杂 就是男女相杂 或者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大众处在一起 那么人多的地方就是怎样 人多的地方 你的心就是比较浮躁 所以说起义躁动 因为你人多 你自然有很多 这个攀缘的对象 或者是攀缘的事情 所以它是怎样 互相招呼 高声与笑 我把它跳过来直接跳到这个 直接跳到这个旭宫的这个文 所以你们跟着看这个文 高声与笑 然后琴琦歌勇 游乐嬉戏 吵扰喧哗 分杂瓜耳 那人多嘛 这就是像我们世俗人一样 就是聚在一起 不是唱歌啊 不然就是聊天啊 说八卦啊 或者是找一些能够排遣你时间的事情来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自然就是与快乐为主嘛 所以总是会嬉戏啊 喧哗啊 那么这些声音呢 就是瓜耳啊 瓜耳就是说它的声音很混乱 会扰乱我们的心 扰乱菩萨的心 那彼此呢 轻浮躁动 互相戏弄 捉手捉法 喧腾跳躍 或者是说呢 挤鼻瞪眼 骇生怪气 故隐相望 然后逗他欢乐 引人发笑之类 以如此等诸因缘故 令心调动 障碍极尽 那么这个呢 称之为染为犯 就是菩萨呢 菩萨应该是怎么样 菩萨应该是二六十宗呢 常住在定里面 或者是与正见与法 或者正法是相应的 所以我们要是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没有特别的 因缘的情况下这样子 那么这是属于怎样 你染污心的违犯 当然我们有时候有习气 所以呢 有习气 所以接着你看 任恶明非染为犯 怎么样是非染为犯 就是 诺妄念起 非染为犯 我们习惯了 你因为失去正念了 那么妄念生起了 所以你这是属于非染心的 非染污心的违犯 那么有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是属于故意的 想要 想要有一个很热闹的气氛啊 想要这样子大家 喧哗 嬉戏啊 达达达达达 这样子啊 那么以菩萨界来讲 诸界菩萨的话 那么这是属于 染污心的违犯 那他有没有开源呢 有 所以他也有他开源的地方 好 我们翻过来 其实事业 那开源的地方就是指说 怎么样呢 他是属于没有违犯的相貌 无违犯 那无违犯者 底下呢 他列出来五点 五个 第一个 诺位除浅 生其欲乐 广缩如浅 假如说呢 是为了说 这个 这位菩萨呢 他刚刚受菩萨界而已 那么他是为了要 把他这种习气 欢喜调动的习气 欢喜热闹的习气 他想要把他 断除掉 但是呢 断不掉 又长长的献起的时候 那么这样子呢 是属于没有违犯的 那第二个呢 诺域方便解他所生 贤恨 另习 或者是说 用这种方便呢 想要来开解 别人对自己 所产生的这种 贤恨心 要让他的这种贤恨心呢 熄灭掉 的时候 你这样子用一些 比较热闹的气氛 那也没有违犯 第三个 诺域前他所生 愁闹 就是说 这个友情呢 祝界菩萨面对一个友情的时候 这个友情呢 他很苦恼 心情很不快乐 那么你呢 就是故意 让这个 用这种方式呢 比较活泼的心情 来跟他这种交流的时候 使令他的心呢 不再住在这种烦恼里面 把他勾引出来这样子 那这样也是没有违犯 那第四个呢 诺他信号如上诸事 就是说 这位友情呢 他的个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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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要 好 欢喜 好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 遇乐的事情 好 然后呢 你为了方便 来色受他 好 好 使令呢 他的心呢 好 呃 或者是说 使令他呢 也学习佛法的话 好 那么呢 你用这样子的方便来色受 好 敬顺将户 好 那么在这里呢 他是写敬顺将户 好 那我去查这个 瑜伽式地论的原本 他是写敬顺将户 好 慎就是指谨慎的慎 好 恭敬 敬慎的爱护他 好 那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其实都对了 都对了 他就是说 用一种恭敬的 或者是随顺这位友情 那么他恭敬随顺 或者是恭敬谨慎 都是处于一种 爱护对方的心情 好 要使令他 引导他 好 往佛法里面走 好 所以呢 也跟着这样子 随笔而转 好 就随那位友情 调动的心情呢 来出现这些 调动的 好 调局的 调动的这些事情 好 那第五个呢 诺他友情 猜主菩萨 就是说 这位友情呢 他对于这位菩萨 住戒菩萨呢 怀疑他 好 猜就是指怀疑 好 主呢 同样意思 好 就是怀疑这位菩萨 好 疑惑这位菩萨 那表面上呢 看似很好 但是实际上呢 他内心里面 怀抱着一种 嫌恨 怀抱着一种 嫌恨之心 那恶魔 正辈 那心里呢 还有一些这种 不好的想法 坏主意 好 打算呢 要气舍对方 好 正辈 气舍对方 然后呢 菩萨呢 为了要解决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呢 他呢 外现欢眼 外表里面呢 显现出来 是一种 调动嬉戏的 或者是一种 快乐的颜色 颜容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他的内心里面呢 他是亲近的 那如是一切呢 皆无违犯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蓄公的解释 那明不犯中 有五因缘 第一 如果是初学的 始业菩萨 始业菩萨就是 刚开始学习 菩萨到 这个路上 好 这个行业 你把它理解为 这个行业也可以 好 那么的 一个初学菩萨 那他自己呢 因为我们凡夫嘛 我们一开始 我们多数是喜欢 这种 多数人 多数人 多数都喜欢一种 这种 比较快乐的心情 比较浮动的心境 因为 他是最容易嘛 要让心静下来 是比较 困难的 那么呢 他为了要除浅 他过去的习惯 这种 调举 闪动的 升起意乐的习惯呢 所以呢 他发情精进 烦恼至胜 意必其心 时时限起 世民广说如浅 那么这个 发情精进 到这个时时限起 这一段文 就是我们前一页 72页里面 有没有 你把它翻到 前一页 72页里面的 无违犯者 有没有 若未除浅 生起乐欲 发情精进 烦恼至胜 意必其心 时时限起 那么这一句 他就是把它浓缩 在这里呢 就是套入一句 广说如浅 主要是在 说这一段文 那么这是 第一个因缘 说明他是不犯 那第二个因缘呢 诺菩萨呢 要用这种 比较轻松 比较欢乐的 一种方式 来作为一个方便 来解除别人 对自己所产生的 一种贤恨之心的时候 要让他熄灭 让这种贤恨之心熄灭 所以呢 他现行 闪动的话 不犯 我记得我 有一位同学 那么他在一个寺庙里面 他是一个 他处理寺庙的事情 那么寺庙 有时候有事情 有法会还是什么 活动的时候 都要信徒去帮忙 对不对 那信徒帮忙的时候 我们帮忙会不会有自己的想法 刚开始第一次可能不会嘛 那你假如是常常去的那一个道场的话 你会不会用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一定会 那么和法师之间会不会产生摩擦 会 对不对 摩擦就怎样 我不去了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样子哦 或者是说 一个活动里面可能会有分组 你是布置组的 那这个是插花组的 那布置组跟插花组会不会常常产生摩擦 会啦 因为他拿走我的桌子我没有办法插花 你把我桌子拿走我就没有办法布置 怎么办 法师你都站在他那边 然后这个法师就很难做了 以后不去了 那怎么办 那你需要他们怎么办 所以我同学你打电话去 那就是怎么样 你要是打电话去说 喂 要法会了 会来帮忙 他会去吗 他不会 他不会 我同学他怎么做 他说 喂 你在等我电话哦 好啦 我打来了啦 可以来了啦 不要再生气了啦 你还要念念念 对不对 他会一种比较 轻松愉快的心情的时候说 好啦好啦不要生气了啦 你等到了啦 我输了 我打给你了啦 可以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 这有时候你是用这种比较 轻松的方式 所以菩萨有时候要摄受众生的时候 你不是说 我是法师 我就站在很高的位置上 不是不是 菩萨是要有一种荣摄众生 牺牲自己 所以说 从利他中完成自利 你要把他的烦恼熄灭的时候 你要调伏自己 你是不是要先改变自己 你要把自己的身段放掉 或者是把你 我的这种执着给他 给他消掉的时候 人家才愿意 你才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类似这样子 那么是为了让对方的这种贤恨之心 让他熄灭 所以当法师有时候也好难 好难 但是总是会成功 第三个 诺菩萨欲以此为方便 遣除他人所生仇恼 用这样子的方便 这一位友情他本身可能遭遇到很多很不开心的事情 忧愁苦恼 那么有时候你要是跟着这一位友情 一起在他这种烦恼的险落里面转的时候 你单刀直入有时候是直解他的怀恼的时候 有时候是起不了作用的 所以有时候要绕一个圈子 先让他的心情缓和了 先让他的心情开心的时候 你再来做引导的时候才有作用 那么这里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 或者比较嬉闹的方式 来让他的心情缓解之后 你再来引导他 那像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就是属于不犯 因为你不是说自己好要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第三个 暂行散乱不犯 那第四个呢 诺菩萨知他有情 唯性好要如上 他的本性上就欢喜这种 调动啊 欲乐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心不吉尽不乐吉尽 高声嬉戏 宣华分瓜 清照藤耀 望他欢笑 等等这些事情 那甲词等为方便呢 而色授笔 令入于道 你变成就是说 和他有同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射受这位友情 你幽默我也幽默 幽默的人喜欢跟幽默的人在一起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射受他的时候呢 使令他呢 入于道 接引他来邪虚佛法 以及呢 令他呢 随着这位友情呢 散动 随着这位散动的友情呢 而转起调局的行为的时候 那这样子呢 是属于不范 第五个 假如说呢 菩萨呢 知道其他的友情呢 对于自己呢 有所差异 那么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 所以他组制了自己的心 让自己障碍了自己的心 对于这位友情呢 这位友情对这位菩萨呢 不再有信心 然后呢 内怀嫌恨 兴起恶魔 心里呢 生起了不好的想法 或者打坏主意 正厌背弃 正恶讨厌 想要 弃舍他 不是当面的弃舍他 是背着他来弃舍他 那么菩萨呢 他知道的话呢 要使令这位友情呢 停止 他的这种疑惑的时候 所以菩萨呢 外宪欢乐 的这种言容 调举之相 来表示呢 自己内心的亲近 对这位友情呢 他没有一丝的 嫌怨之心 这是第五个 如是等一切因缘 皆无误犯 那么这是说明这个 调动息息啊 在这些情况下的时候 他是没有违犯的 所以 于全菩萨界呢 其实他对我们 对我们来讲的时候 他是蛮贴近 我们的生活的 贴近我们 容易使用 容易有很多的开源 第五个 更无 道说菩萨法界 那么 在讲这一条之前呢 我先来 问一下大家 我们这个可以拉起来吗 我想要用写的 这个先不要看他 因为我来不及做全摆的 不用关 等一下 还要用 好 你把他灌掉了 不用不用 没关系 我是 等一下还要再用 等一下再开好了 好 来 菩萨 什么叫菩萨 绝有情 菩萨是 所以 菩萨绝有情 所以他的心是为了什么 利益自己还是利益别人 利益众生 是属于一种利他 对不对 要利益众生 好 那在哪里利益众生 人群 人群 再广一点 在全宇宙 全宇宙再广一点 三千大千世界 在三界 对不对 欲界 社界 无色界 无色界 这都是要利益的一个友情 对不对 因为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 他将来还是 一起的生命结束之后 他还是在轮回 对不对 好 所以他利益的对象是属于 三界众生 对不对 好 那他既然要利益三界众生 那他要处在哪里 菩萨要在哪里 在人间成佛 是在人间成佛 但菩萨是不是也要在三界里面 对不对 他要在三界里面 那在三界里面 菩萨要不要受生死流转 要 要嘛 要受生死流转 菩萨受生死流转 所以菩萨假如他受生死流转的时候 那菩萨是不是就不应该要 不应该追求涅槃 不应该追求涅槃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不应 心涅槃 你不应该追求涅槃的时候 所以你也不应该要怎样 艳离生死 对不对 因为你要在生死流转中去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你不能够艳离生死 那你既然不心涅槃 不艳离生死 那么在三界里面要流转的时候 要怎么流转 是不是一定是有烦恼 流转是怎么来的 烦恼加业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有烦恼 和业力的组成 才有所谓的生死 对不对 对嘛 所以有生死 所以假如说 所以他有烦恼 那烦恼里面包含什么 贪 贪 撑 吃 慢 疑 这是属于一种根本烦恼 那他根本烦恼在引生出来的那一些 比如说 愤 恨 无惨 无惨 无愧 恼 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些 都是属于依着根本烦恼而衍生出来的水烦恼 对不对 我们有烦恼有业才有生死 所以菩萨面对烦恼的状态是怎样 不执着 是不不为他吗 是不会害怕他吗 你们先不用回答 你们先不用回答 问题就出在这边而已 是不求断灭吗 要快乐无忧 不对 然后呢 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 不应该 一直心生厌礼 厌礼烦恼 菩萨对烦恼的态度是这样吗 对还是不对 保留 是不对的 不对的 菩萨 他有烦恼 但是他对烦恼的态度 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什么样子的人的态度 声闻人 声闻人 声闻 所以这里是我们比较容易 搞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 等一下这条界为什么要说 道说菩萨法界 这样子就是属于颠倒了 当然这个不会对不对 不会是不是应该的 我觉得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学习 我们并不了解菩萨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心境 所以我假如只有念过的话 我怕你们可能记不起来 所以我要先问一下 考一下你们内心 当然假如要刺激一点 再让你们举手 你们会记得更清楚 但是我怕你们以后不来了 所以菩萨面对烦恼的心情是怎样 菩萨面对烦恼的心情 他是比恶圣人 比我们还要讨厌烦恼的 为什么 菩萨为什么支持我以为菩萨 菩萨为什么要成佛 利益众生 然后他只有自己利益而已吗 对 是不是让大家都一起解脱烦恼 对不对 为什么他自己知道说烦恼的痛苦 那么也感受到众生对烦恼 被烦恼的欺负 被烦恼所折磨 所以他不只有自己想要解脱烦恼而已 是不是也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解脱烦恼 所以他会害怕烦恼吗 不会 他反而对烦恼是比一般人更加的讨厌他 更加的想要断除他 所以他有不求断灭吗 不是 但是菩萨要怎么样 你烦恼如果断了的话 他要怎么生死 那你不断的话 那你又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有说到 所谓的流祸润生 留一些微细的烦恼 来支持他下一期生命的生死 所以菩萨有是怎样 调伏烦恼的能力 他也可以断烦恼 但是他不断 当菩萨一断烦恼的时候就入什么 入涅槃 那涅槃是什么人的境界 就神闻人的境界了 那他是不是 这是不是堕入二圣了 他就堕入神闻了 所以菩萨他是不断烦恼 但是他生厌离心 他有能力断 但是他不断 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样你们就会比较清楚说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什么叫做 道说菩萨法 这个观念要先稍微的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文 你们会比较容易的理解 我们看一下本文 假如说菩萨按住在菩萨的境界律语 起如是见 立如是论 什么样的见和什么样的论呢 就是说菩萨不应该心热涅槃 应该对于涅槃要生起这种厌辈之心 对于诸烦恼还有这些随烦恼 不应该不为他而求断灭 也不应该一向心生厌离 为什么呢 他举金证就是说 以诸菩萨三无数解 流转生死求大菩提 那么假如菩萨做这样子的 这位祝戒菩萨如果做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 就称之为有犯 有所为悦 事染为犯 是染污心的违犯 好 我们翻过来76页 第五 导说菩萨法戒 那这条戒呢 他只有说这个犯 犯的相貌而已 并没有说到所谓的不犯 或者是非染心的违犯 没有 他就单单只有违犯而已 那犯之中呢 只有说明染而已 没有说明不染 所以学大圣者呢 多知大圣 圣与小圣 但是呢 不知道圣在何处 对不对 假如有人问你说 大圣和小圣的差别 殊圣在哪里 我们可以回答吗 你们有没有信心回答 菩提心 好 度众生成佛 好我们第三节 我们来讨论看看要不要 大家来看看大家的功夫 好 《见经论》中呢 有这么说 不修禅定 不断烦恼 即菩萨在三大阿僧奇节 流转生死 求大菩提等文 那么依着这一些 不修禅定 不断烦恼 流转生死 这一些呢 求大菩提这些文章呢 然后呢 以这样子来说呢 菩萨呢 不应该要 艳离生死 心求涅槃 也不应该要求断烦恼 那这是呢 非常大的错误 神文呢 是三界如牢欲 神文人是最求什么 智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在三界当中呢 不断地流转的话 在他来看 就是像什么 在坐牢一样 没有一个初期 没有一个可以离开 没有一个被放出来的一个 一个时候 看烦恼如焉家 面对这个烦恼呢 就好像面对讨厌的人一样 会想要远离他 或者是切割他 所以呢 神文人呢 极断烦恼 术去涅槃 涅槃 什么是涅槃 涅槃他就是指说 你这一念灭了之后 下一念不生 那么就是入什么 不生不灭的境界 你不再受生死的轮回流转 那么既然是不生不灭了 那就是怎样 断除了一切的烦恼了 那么这个叫做 简单来讲 这个叫做涅槃 当然他是没有办法用言说的 那面对于神文人这样子呢 术去涅槃呢 这样子的做法和行为呢 有如水中生起 生出来的莲花一样 他是亲近的 是可爱的 但是呢 他究竟呢 还是属于这种意见意的 因为追求自立的 这种行为呢 他是比较多 而且比较容易的 对不对 你要当菩萨呢 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话 他是比较困难的 好 那菩萨呢 之所以呢 看三界 以及烦恼呢 虽然也等同于像牢狱 像生文人 恶圣人一样 像牢狱 或者是像这种 冤家一样 但是呢 菩萨呢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的缘故 在三界里面 三界是属于 有肉的 就是有烦恼的 是杂染之中 在这种 有烦恼杂染之中呢 他呢 能够离开 这一切的烦恼 那面对这样子呢 他就是像这样 火中生出来的莲花 不容易见到 也不容易得到 所以菩萨的这种 心热烈盘 厌被生死 他是呢 胜过生文 百千万亿倍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 菩萨又怎么能够在这种 有肉生死 杂染之中呢 而不生起烦恼 度众生 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对不对 度自己就很难了 更何况度众生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菩萨呢 如果说呢 菩萨呢 真的不心热涅盘 不厌被烦恼的时候 那他和一般的生死凡夫 有什么差别呢 就没有差别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是不对的 虽然说呢 我们现在呢 发起了这个菩提心 但假如说呢 我们不知道说菩萨 所以胜于 之所以呢 优过于 生文的地方的话 而错误的 以为说菩萨呢 是不心热涅盘 不断除烦恼 然后呢 还窜息 不断的 熏息 窜息 这些生死 杂染业的话 那就是怎样 必定会迷失菩提 大道 这就是大错特错 所以做这种说法的人呢 就是没有正确的认识 菩萨是什么 所以对菩萨法呢 才有这样颠倒 错乱的说法 那这条戒呢 就是在针对 妙解菩萨法 而说的 所以它很重要啊 如果人家改天问你说 什么是菩萨 什么是大圣 这也是你可以说明的一个点 可以说明的一个点 那下面这段文 那下面这段文呢 就是虚公在说明 什么样子是错误的说法 就是他依着这个律文来做解释 这样子 那住戒菩萨呢 假如说他自己内心生起如是 如是生起什么呢 菩萨不应心乐涅槃 等等这些见解的话呢 并且呢 想要将自己这种见解呢 显示 传达 分享于别人的话呢 而建立如是 不应心乐涅槃等的这种论说 然后他底下有解释说 这些论说是怎样呢 是说 发菩提心呢 立他为圣的菩萨呢 不应该追求这个涅槃 因为涅槃的极灭呢 是僧文人 所积极 所想要获得的一个 一个涅槃 一个境界 那我们这些菩萨呢 学道德的人呢 要在生死之中呢 广度众生 如果入涅槃呢 就会沉空自己 不能度众生了 这是对的 这一段文是对的 菩萨如果入涅槃的话 他就属于堕入二圣了嘛 你就不能度众生了嘛 所以菩萨呢 他不可以正入涅槃 那所以说 假如说因为这样子 所以来说菩萨呢 应该对于涅槃呢 生起这种厌辈之心的话呢 但玉政涅槃就必须要断除烦恼 以及随烦恼 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根本烦恼 或者是随烦恼 所以呢 生闻人呢 是烦恼 就像冤家一样 断除而后快 那菩萨呢 既然呢 不应该 心热涅槃 所以对于这一切的根本烦恼 及随烦恼 也不应该呢 心生不畏 而必须求 断灭 这一段 从菩萨 既不因心热涅槃 一直到这个 必求断灭这里 这个就是属于错误的说法 是属于错误的说法 菩萨呢 应该是怎样 不断烦恼 那菩萨之所以不断烦恼呢 它是要流祸润身的 那断除烦恼呢 即正于涅槃 那这个呢 是不合乎于菩萨道的要求的 所以菩萨呢 对于烦恼呢 不应该像僧文那样 一向心生厌理 那 为了证明这种说法 不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呢 它引用大圣经论里面 常常说的 诸菩萨 三无素节 流转生时 求大菩提 来证成 它的这种说法 菩萨假如呢 做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呢 那就是 违背大圣佛法的真谛的 对于菩萨界呢 就是属于一种 染污心的违犯 好 流后润润身 流后润身 那 这里我们 多用一点时间来琢磨一下 菩萨 像我们刚刚讲的 菩萨在三界里面 流转 生死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那 他有 断除烦恼的能力 可是呢 他有没有急着断除 没有 但是 他什么时候才断除 好 大致论论里面 他主张啊 菩萨得到这个 无声乏忍的时候 好 才断除 一切的烦恼 只有什么 习气 还没断除他 那么要等到 成佛的时候 才把 这个 习气呢 都 断除掉了 好 当然这个是 大致论论的主张 那么有部的主张呢 他是主张到成佛 才把一切的烦恼习气 通通都断了 有差别 大致论论是属于到 无声乏忍就是属于 七弟以上的菩萨了 七弟以上的菩萨的时候 他就把烦恼断除了 只剩下习气而已 什么是习气 你们知道吗 习气啊 在菩萨来看是一种烦恼 但是呢 他是属于一种 没有染污心的一种 一种习惯的 习惯性的行为 习惯性的行为 以前有一个公案就是说 那个什么 碧琳切伯戳 他是一个成就 阿罗汉的一个圣者 那他眼睛有一点问题 所以他每次要度过 那个恒河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叫那个恒河神 小碧 小碧小碧都可以 就是碧女的意思 找甘纳的意思 小碧把河水停止住 我要过去 这样子 那么这个恒河神 每次都被这样子叫 心里就很不舒服 我尊重你是阿罗汉 我还服务你 你每次都叫我小碧 对不对 太没礼貌了 受不了 然后他就去找佛 投诉 说你们那个阿罗汉 那个碧琳切伯戳 每次都叫我小碧 结果佛听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碧琳切伯戳 叫过来 说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行为 对 那你应该要跟他对不起 他就说小碧 对不起 所以你看 他这个小碧这个词 在他的内心里面 他是没有染污心的 但是他是习气 这个和佛之间的差别 就在这里 所以佛就告诉这个 当时的大众 听了之后也是笑出来 你跟我道歉了 你还叫我小碧 真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佛说 由于他五百世 都是属于婆罗门 是属于婆罗门 是属于比较有钱的人家 所以家里都有一些卑女 然后他叫习惯了 但是其实他心里面 并没有那种看清他 看不起他的这种问题 那么这个叫做习气 所以菩萨还没成佛之前 他的习气还没断除 还没断尽 这样对习气有没有比较理解 接着呢 菩萨怎么在三界里面度化众生 游戏人间 游戏人间太好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在大智顿论里面呢 他主张 菩萨呢 假如要长远的 在这种三界里面度众生的时候 他要假界两种生 两种生 一个叫做结业生生 一个叫做法性生生 才可以 那什么叫结业生生 什么叫法性生生呢 我们等一下解释 在大智顿论的卷七十四里面又说 是菩萨有二种 一则呢 生死肉身 那第二则呢 法性生生 生死肉身就是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会有生死流转 就是要生死肉身 那第二种呢 它是属于法性生生 不再以这个肉体 不再以这个肉身 在三界里面流转了 所以菩萨它 有十地嘛 对不对 初地二地三地四地 乃至到十地菩萨 在七地以前呢 它就是属于这种结业生生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 这个 结业生生 那么在 还没得到无声法忍的这一切菩萨呢 它故意怎样 留着烦恼 不断除它 以这样子呢 来论它的结业生生 在三界里面呢 修福 修会 度众生 在利益众生的同时 也在成就自己 所以它就是怎样 要有烦恼和业力 两个 但是它的烦恼 它会不会去创造这些 忤逆重罪 不会 它不会去做这些根本的事情 它只是留一些微细的烦恼 使用它的业感 生起一个肉身 继续在三界里面 度化众生 这是第一个 那么已经得到无声法忍的菩萨呢 它就是以大悲愿 来配合习气 大悲的愿力 和习气 来感得这个法性生生 在三界里面呢 修福会 度众生 就像我们现在的讲的这个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这类 这个都是属于 以法性生生 来利益一切的众生 的菩萨 那 菩萨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正入无声法忍 什么时候正入无声法忍 七弟嘛 那 什么时候 为什么 他要等到他的悲心不退转 一个重点 他的这种慈悲心不退转 假如他的慈悲心有退转的时候 正入无声忍 那个就是怎样 入于涅槃的境界 那入于涅槃的时候 他就是怎样 多恶圣 就是属于生文人 所以当菩萨的这种悲心 慈悲心 还没到达一种 不退转的地步的时候 他会不会正 正这种涅槃的境界 会不会 契入这个法性深深 他不会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怎样 我们的慈悲心会不会常常受到阻碍 会不会常常退转 但是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 屡战屡败 然后屡败屡战 一直到怎样 悲心不退转的时候 好 那接着我们再看 那么菩萨的这个悲心呢 还没有具足之前呢 他对烦恼是怎样 他的一个态度 他是修人 不断境 在大致多论的卷实物里面 他是说 菩萨呢 他的心 他有那种智慧力 能断除这一些结实 结实 结就是指烦恼 实也是指烦恼 五下分解 五上分解 五立实 五顿实 这个都是属于烦恼的 的这个名称 菩萨呢 他有那种智慧力 可以断除这一切的烦恼 但是呢 为了众生的缘故 所以呢 他要久住世间 即便呢 知道这个烦恼是贼 所以呢 他也故意的 忍而不随 忍而不随他 他知道这是烦恼 但是 他不被烦恼 所影响 所以呢 菩萨是怎样 细持结贼 不令众议 而行功德 就是像怎样 你知道这个人是盗贼了 所以他怎样 他把他抓起来啦 譬如有贼 以因缘故不杀 兼斃一处 而自修事业 他把这个贼抓起来 然后呢 把他关着 关着干嘛 叫他去帮忙砍草啊 去种树啊 使用他 藉由这样子呢 来成就自己 所以人家讲 烦恼即菩提 为什么烦恼即菩提 你怎么从烦恼当中去变成一种 我们的智慧 我们下一节再讲 我们这节先到这边下课 我们刚刚讲到了 所谓的烦恼即菩提 其实我们在这个 先这样子讲 二圣人他是怎样 他观察这个五场 五场 因为五场 所以觉得怎样 苦 对不对 那么 由于五场 所以苦 所以他是怎样 心里怎样 生起一种 艳离嘛 想要入涅槃嘛 那么大圣人是这样子吗 不是哦 大圣行者啊 他五场啊 是假借五场为方 唯一个方便 来断除我们的常见 而不是真实的 有一个五场可得 你们知道吗 我们观察五场 是假五场之词 之名言 来对峙我们的常见 所以生死 我们用解脱 来对峙生死 实际上有一个真实的 解脱可得吗 假如你落入一个真实的 解脱可得的时候 你还是住在 有所得上 对不对 那烦恼呢 有没有真实性 没有 好 你用一个 这个解脱烦恼 那有真实的解脱烦恼可得吗 也是没有的 那你怎么去观察它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假如是从这个明相上来理解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理解嘛 那你平常生活中你怎么做练习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啦 我们现在举例啦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说 你长得好漂亮 你长得好漂亮 换一个 你长得好丑 丑 我们比较容易生起分别心嘛 那你怎么去观察 烦恼就是菩提 把这个烦恼变成一种智慧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们试着来解释看看 你们听看看 来 先说这个啦 梅梅和丑本身 有没有它存在的定义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普世价值观 对不对 那现在的梅和糖朝的梅 有没有一样 身材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吃得越好 营养越好 在糖朝 美女 对不对 那么在现代就不一样了 所以梅丑本身 有没有它的真实性存在 没有 但是人家骂我们丑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这样想 我们是不是落入 落入什么 什么想法里面 丑 丑 我们依着这个文字 带出来一个意境 生出来一个相貌 如果人家跟你讲说 你很ugory 好 对哦 你看哦 刚刚听得懂英文的人 他内心生起了分别 如果不懂英文的人 他内心会生起分别吗 所以分别出来的 那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的相 我们就是依着语言文字 而生起种种的分别 然后住在这个分别相中 但是你忽略了说 其实它是由语言文字 所产生的一个相 那么这个东西有真实吗 不真实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很丑的 没有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的家人丑的 没有 所以没丑本身有真实的定义存在吗 没有 那分别的是谁在分别 是自己在分别 其实本身 我们就是依着明眼 而生起种种的分别 离开了明眼 那么一切法 不可得 对不对 好 今天再说 能分别的人 和所分别的境 所分别的 刚刚讲了 美丑本身 有没有它的真实性 没有 所以我们依着 这个明眼 所以知道说 所分别的境界不可得 那么能分别的人可得吗 能分别的 你对美丑的定义 会不会改变 会 随着年龄 你会改变的 然后随着世间的价值观 你也不断地在改变 那么你的那种 你对美丑的看法 哪一个是真实的 没有真实 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怎样 依着明眼 依着我们的习气 落入真实当中去相应 产生了种种的烦恼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够 常常这样做练习 来解决自己的烦恼 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 我们要假烦恼 来成就自己的智慧 所以菩萨把烦恼抓起来 利用它 今天假如没有这些烦恼 没有这些语言文字的时候 你可以修行吗 你可以做分别吗 你不能做分别的 所以菩萨有那个智慧力 但是他不断除这一切的烦恼 他是住在哪里上 他是住无所住上 没有生死可得 没有涅槃可得 是依着这样子的心境 去行菩萨道的 去流转生死的 所以对菩萨的心理 有没有一个真实的 生死流转可得 他也是没有的 所以大圣人 大圣行者 他是观察这一切事 都是明年安利的 那么明年安利的东西 他是避进空的 那么在避进空上 就没有一个 厌离心可得 对不对 那没有厌离的 四可得的时候 所以菩萨是怎样 不是用这种无常的心 来生心厌离 来生起这种厌离的 这个有点深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它 我们接着看 七十七页的倒数第二 行二四成犯向 那他解释 这个在解释说 那么刚才这个文 说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菩萨心乐涅槃 不求断理 这样子 是错误的 那他之后就是在解释说 他错在哪里 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所以说 所以说 何以故 如诸生闻 于其涅槃 心乐清净 就像生闻人一样 对于这个涅槃 菩萨也是心乐清净的 于诸烦恼 急随烦恼 身心厌离 如是菩萨 于大涅槃 心乐清净 菩萨对于这个涅槃 无上正等菩提 它是心乐清净的 于诸烦恼 急随烦恼 身心艳离 它是深深的 艳离这一切的烦恼 其背过比 超过于这些生闻人 百圈巨子 很多很多 于诸生闻 唯为一生 正德毅力 勤修正行 为什么呢 因为生闻 只是为了自己而已 为了自己能够正德 这涅槃 所以他努力的去修这些 断除烦恼的行为 三十七道品等等 但是菩萨不同 菩萨他是 普畏一切有情 正德而毅力 勤修正行 菩萨生之众生苦 所以他是因为这样子 他努力的去修这一切的善法 四顾菩萨当勤修极无杂染心 他应该修学 或积极 这个无杂染心 一点一点的进步 于有肉事 随顺而行 对于这一切呢 有烦恼的事呢 就随顺着因缘 而去做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成就胜出 超越诸阿罗汉的这一切的无杂染法 我们看一下 叙功的解释 大圣心形里呢 应该不同于小圣 怎么说呢 那为什么说 这里说呢 这样子呢 菩萨是称名为犯戒呢 他先声名 先说 这个声文呢 心热涅槃 厌离烦恼 不及菩萨 那如诸声文 于其涅槃 寂灭解脱 心热 清净之心 对于这个 一切的烦恼 还有随烦恼的生起呢 身心厌离之念呢 如是菩萨 于大波涅槃 心热清净之心 即对于诸烦恼 还有随烦恼的身心 厌离之念呢 菩萨的程度呢 其实呢 他是背过于 这些声文人呢 是百千亿倍的 那为什么呢 底下这里就在说明说 声文呢 心热涅槃 厌离烦恼 所以不如菩萨的理由 他在说明他的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声文只是为自己而已 所以呢 唯为一身 正得毅力 而勤修正行 所以不及菩萨 菩萨呢 他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 所以 普为一切有情 正得毅力 而勤修正行 所以菩萨呢 想要断除烦恼 肃正菩提的心形呢 是胜过于这一切的声文人的 菩萨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 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有时候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别人还要怀疑你 别人还有可能毁谤你 别人还有可能觉得说 你是诈骗的 或者你动机不单纯 等等 乃至帮了你之后 还会毁谤你 对不对 那面对这一切的烦恼 这一切的 这个烦恼的境界 菩萨呢 就是知道说 这些众生呢 就是由于烦恼 才会这样子的 所以菩萨对于烦恼 这件事情 会不会更胜于恶圣人 会啊 就他自己 乃至说 对这一切的众生 希望尽快地利益他们 使令他们断除烦恼 那么这种心情呢 他的对象 不是只有一个人 假如说你今天要帮的对象 是很多人的时候 你对于烦恼的厌恶心 会不会很强烈 一定是非常强烈的 这就好像你在做一个 慈善事业一样意思 你做慈善事业的时候 现在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慈善团体 或者一些个人的慈善事业 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有可能遇到说 人家想要找他的帮忙的 结果对方呢 是做 是可能把他的钱 拿来做吸毒啊 毒博啊 会有欺骗的行为嘛 对不对 乃至说 他可能就是 不只有想从这一个获得 这个团体获得钱而已 还想从很多的团体当中 去获得很多的金钱 使令他可以不劳而获 那么所以像做公益事业的人 面对这样子的人 他看到这些众生的这些 由烦恼所产生的行为的时候 他对于烦恼会不会更厌恶 他对于人的那种心啊 被烦恼所欺服 所掌握 所控制的时候 对这种烦恼的心态 他是更厌恶他的 所以菩萨为什么更胜 对于烦恼的厌恶 更胜于神闻人 我们从这样子 就很容易的去理解他 百千亿倍 那菩萨呢 又是为了一切有情 正得毅力 所以勤修正行 所以菩萨呢 他要断除烦恼 要正菩提的心形 他是胜过神闻的 是胜过神闻的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菩萨靠的是什么 菩萨靠的就是他的菩提心 由菩提心来支撑着他 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 使令他不退转 所以菩提心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于学菩萨界 从第一节到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提到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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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 大家就可以对菩提心更了解 好 我们接着看 后结成生闻 所以不及以菩萨之相 事故菩萨应当精勤修许 于生死中气舍烦恼 及随烦恼的方法 菩萨知道说这一切的烦恼 他很讨厌他 所以他更要努力的去学习说 自己可以断烦恼 自己可以去调伏烦恼的方法 乃至把这一切的方法传授 教导于一切的众生 利于一切的众生 即于生死中 因精勤修及福德智慧 二种之良的无杂染心 这个无杂染心 这个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说 因为菩萨 他是用一种无杂染心 而流转生死的 他是与空性会相应 与悲怨相应的 他是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的一种无杂染心 来做生死流转的 所以对于世间上 这些有漏的 有漏的事 还是随顺而行 那么甲介这些 在利益众生的同时 也方便来自己 修集二种广大的菩提之良 如是对于寂灭内盘 不深怨热求素虚症 他不追求内盘 他不行乐涅槃 不追求 他不追求立刻的正入涅槃 因为一入涅槃 他就堕恶圣了 菩萨由这样子为方便 正得大菩提果 所以一切 藏无不尽 德无不远 一切的功德 都能够圆满他 成就他 那生死和涅槃 恶聚不住 两个都不住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那么这个就称之为 成就 胜出诸阿罗汉 无杂染法 以阿罗汉呢 虽然断除烦恼 但是呢 还有三毒的习气 虽然呢 能够不住生死 但是呢 住于涅槃 所以呢 阿罗汉呢 不急于菩萨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颠倒说 菩萨法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呢 来再加以解释一下 这样看得到吗 我们这里是引这个应顺导师 应顺导师在这个中关论诵讲记里面呢 对于这个 不离生死 或者是别人灭盘 他是怎么去做分别的 本身呢 他是深深的爱要涅槃 但是呢 他知道呢 涅槃不离于生死 所以呢 他能够安住涅槃而游生死 这个就有点境界了 有点深度了 也就是说 历劫呢 在生死中度众生 不会自去涅槃 专心服业 而不以灭苦的正法 来救众生了 所以呢 这里说 他说可以进一步的理解 菩萨呢 菩萨呢 深知涅槃不离于生死 所以呢 能够安住在 无住涅槃 而游生死 无住涅槃 就是说 他心不住在涅槃 不去正涅槃 而游于生死之中 也就是在历劫 也就是在历劫在生死中呢 度众生 不会说呢 自去涅槃 专心服业 而不以灭苦的正法 救众生了 那 这个呢 其实这个呢 和不厌生死 不住涅槃 的意思 是相同的 导师在中观论诵里面呢 也有说 不离于生死 而别有涅槃 那他的真实的 真实意思怎么样子呢 要怎么分别呢 他这里解说说 生死和涅槃 或者是 系服与解脱 他不是不同的两种说法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 对立的说法 他的意思这样 生死呢 他就是涅槃 系服呢 就是解脱 不可以说呢 离开生死之外 而别有涅槃 也不可以说呢 离开系服之外 而别有解脱 因为在诸法的十项之中呢 一切法呢 他是平等平等 无二无别 诸法的 真实相貌是怎样 波勒将入必进空 绝诸戏论 一切法 其实是诸法如的 他是不可得的 是我们众生 以分别 用分别心来去分别 所谓的 解脱 和系服 我们去分别 生死与涅槃 对不对 那在毕竟空当中 这一切都是什么 系论 生死与涅槃 系服与解脱 都是细论 但是为了成就这一切的众生 怎么办呢 波勒降出必进空 沿途熟生 所以他安立了种种的明智 来使令我们 可以断除烦恼 可以 成就涅槃 但不是真的有一个涅槃可得 而不是有真的一个 泄脱可得 因为你有一个 执着有一个真实的 涅槃和泄脱可得的时候 你就是住在 有所得上 你就没有和诸法如 无二无别的诸法如 相应 相契合 你再看 就好像说在生死系服中 你要是通达自信空 一切法 它是自信空的 不可得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可得的 那么这个就是涅槃解脱 假使离开生死而求涅槃的真实 离开系服而别求有一个解脱 那么涅槃和解脱 你执着有一个涅槃和解脱可得的时候 那么你就成为生死的系服了 这就是怎样 你住在有所得法上 所以涅槃解脱 即一切法必进空 一切系论都应该熄灭 不过为了引诱出击的人 劝离大家舍生死怒涅槃 所以这样子安利 实际上 哪里会真的有一个可舍可取 所以《法华经》里面说 此灭非真灭 是化成 没有一个真实可以灭的 如果不能了达实相的这种必进信空 不知必进空中不爱一切 那么只有生死外的敞热我尽的涅槃 那就是属于一种真上漫人 你对佛法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法院经》里面说 生死非杂乱 涅槃非极尽 所以可以知道说生死本来就是极尽的 本来就没有戏服像可得 我们所以会有生死的戏服 不过是我们错误的认识所造成的 对不对 我们就是错误的认识 反之涅槃他不离开一切 一切法都是依着空性而成立的 何尝如有所得者所想的极尽呢 对于众生的妄见 生死的杂乱 所以方便假说涅槃的极尽 如果从究竟实相的意义来说的话 哪里有种种的分别 所以是生死是涅槃是戏服是泄脱呢 没有 一切法不可得 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这样可以理解吗 他就是不与万法为伴侣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文有点长又有点深 你们可以记起来 你们回去看一下 一切师弟论36卷11页里面 也对于这个生死和涅槃 他有做一番很详细的解释 也很好 也很好 好 那我们 这一条界 我们就先说到这边 这个 他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有机会我们再看能不能够说这个 三十六卷这个文 他蛮深的 但是他的全显的意义非常的好 详细 详细 好 我们接着看 看这个 庚六 不护学鸡棒戒 他底下也分两颗 心一 在说明他的范项 底下又分成两颗 先说明这个 然为范 诺诸菩萨 安诸菩萨 进阶里语 余智能发 不信众也 就是说 这位 这位住戒菩萨 那么 有一位友情 对于这一位住戒的菩萨 没有信心 余智能发 就是指说 对于这个住戒的菩萨 住戒的菩萨 用友情的角度 对于这个住戒的菩萨 这个友情 没有办法生起这种信心 然后发出一种 不尊重的言语 叫做不信众言 余智能发 就是对这位住戒菩萨 发起一种不信的 不信任的心 生出一种不尊重的言语 那这些有包括什么呢 所谓恶声 恶称 恶欲 那么恶声呢 就是属于这种 除恶的言语 除恶的言语 那恶称呢 就是指各种的喝斥 或者是能言能语的这种疾风 那么这个称之为恶称 那么恶欲呢 就是指 对外 在外面呢 说你的坏话 然后毁谤你 使令你的这种名誉呢 受损 那菩萨呢 假如呢自己呢 不加以这个不护 不加以保护 不学 面对于这样子呢 不去澄清自己的 不去澄清事实 不自学清白的话 那其是 诺实 假如说 这位友情 说这位菩萨 的错误 如果是真实的时候 那么呢 这位诸界菩萨呢 就要改变自己 要规避这些事情 要保护至他 但是呢 如果他呢 不庇护 不改变 不保护 不保护 那么呢 这样称之为 有犯 有所为悦 是染为犯 那看一下 旭公的解释 第六 不护学 激磅戒 于中有犯 不犯 犯中有染 不染 那么先说明这个 染无犯 那我们翻过来 八十页 诸界菩萨呢 假如因为自己呢 不能够安住在菩萨的禁戒律 或者是说 他不能够 这位菩萨呢 他不能够守护 所受的这些 身文的别泄脱戒 那么由于这样子呢 死令 这个友情呢 对于自己呢 能发生这种 不信 没有信任 没有信心 以及呢 不敬重的言论 不尊敬 不尊重的言论 然后呢 毁谤生留步 正所谓这种 令他呢 心生险恶 而发恶生 恶生就是除恶矣 或者是说呢 他当面 以恶言 以不好的 言辞 来称说 绩效 或者是呢 他不当面 以不好的 这种言论呢 来破坏你的名誉 向一切的人呢 散播 毁谤 那 菩萨呢 如果听闻到这样子的 恶生 恶称 恶欲的时候呢 应该要 回光返照 这里的回光返照 那固然呢 应该更加要去方便的 要用忠重的方便呢 去 忏谢解说 忏悔 或者是说 人家这样子说 人家这样子说 你反而要跟人家感谢 你要感谢他说出你的不足的地方 让你有改变的地方 或者是你要解说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 既致无过 就算自己呢 没有这样子的过失或过错的时候 也应该呢 要有种种的方便 去做忏谢解说 就是说 你让人家误会了 那么你应该呢 也是要去澄清他 以示弦怨 那菩萨呢 有此等 恶生恶称恶欲 而不归必为父 亦不自 亦不清雪 亦不 也没有这样 自己去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话 假使呢 这个人 所悔辱的事情呢 是真有其事的话 那么菩萨因此 而不庇护 即以清雪的话 那么就是属于一种 染违犯 是染违犯喔 那什么样是属于 非染污心的违犯呢 若是不实 而不清雪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非染违犯 刚刚前面讲的是怎样 事情是真实的 那么呢 这个非染污心的违犯是属于怎样 事情是虚妄的 不真实的 对于不真实的事情 你不去承清 你不去澄清自己的清白的时候呢 这个呢 也是有犯喔 只不过它是属于 非染心的违犯 所以菩萨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索也不是 不索还犯戒啊 但是他后来有说 怎么样叫无为犯 我们先看一下叙公的解释 那他人所毁之事 是出于虚构的 或者是出于误会的 或者是因传闻失实 就是以而而传而 一个传一个之后 传到后来就和事实呢 不符合了 并不是呢 真实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呢 为了保护这位友情 使令他呢 心生信众 不起毁谤之罪 所以呢 也必须要出面去说明 去毁泄 所以你看喔 这里菩萨界很重视的一点就是 有情的心啊 他不是照顾你自己而已 他去照顾有情的心啊 使令他呢 要心生信众 不让他去做这种 创造这些毁谤之罪啊 所以他还要再出面去说明 乃至说 比如说有些事情 你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的话 你也要出来去说明 这样子 如果呢 菩萨呢 是因事情呢 不真实 而不毁穴 家与清穴的话 而使令呢 很多人 入于这种 毁谤的过失 那么呢 对菩萨来讲 是结罪的喔 是有犯的喔 然 以至无过失 无 父无罪心 但是呢 由于呢 这位菩萨呢 他实际上 他是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的 而且呢 也没有要复长这种 犯罪的心情 所以呢 他是属于一种 非然心的 因为他没有犯 没有犯自然 也没有什么可以复长 的罪 所以他是属于 非然无心的 所以说菩萨呢 假如说 遇到别人的恶意重伤的时候 并不是用一种 不理睬的方式来解决的 不是用不理睬的方式来解决 除非呢 就如以下 无违犯相的这些因缘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话 有以下的因缘 就是属于无违犯了 哪一些因缘呢 若他外道 若他政绩 若自出家 因行起行 因休善行 傍生留步 若奋毙者 若心倒者 傍生留步 皆无违犯 好 我们看一下续工的 民不犯中呢 有五种因缘 假如说呢 毁谤的人呢 是他外道二人 你其他宗教的人 对自己的宗教以外的人 其实是很容易去做一种 毁谤的事情 对不对 那面对这样子的 情况的时候呢 你不保护 然后也不自清自己的清白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不犯的 所以对外道来毁谤我们的时候 不管是事实或不是事实 你不理睬他的时候 有没有犯 不犯的 他的意思就是像这样子 第二 第二个 那他有情 出自于憎恨 嫉妒之心 别人对你是憎恨 又是嫉妒的心的时候呢 来去毁谤你的时候 那么你不去理睬他的时候 也是不犯的 第三个 第三个 诺自舍四农三公等世间职业 你气舍世间的这一切的事业了 然后呢 出家 向他行企划之行 出家之后呢 你行这个 就是和世间人呢 他生存的一些方式是不相同的时候 然后你遭到别人的毁谤的时候 或者呢 因为出家 你远离世间五欲 及诸 戏乐等世 而修善行 也呢 有违背一般人 你远离世间五欲 一般人生之秦子 一般人的这种 一般人的心情就是这样 是以五欲为乐的这种秦子 那么因为这样子呢 而这要遭到别人的机会 使命这个傍声流步的时候呢 别人毁谤你的声音 不断的流传的时候呢 你不保护 你不亲 你不自己去这个 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话呢 是没有违犯的 是没有违犯的 其实这个出家会遇到很多 会遇到很多 尤其是你的眷属 你的六群眷属 有些要是不理解佛教的人的时候 人家就可能就会说 有些人要出家 人家说不好悠山 对不对 人家要是不理解 人家第一句就是这样子讲的 或者人家会说 你好爽好久 你干嘛 要这样子 乃至说 有一些对佛教徒不同的就是说 师父 师父可以拿手机吗 有吗 师父可以开车吗 说的好像是 我要隐居在山林里面 不能给任何人看到的感觉这样子 那有时候像这一些 可以的我们做解释 有时候我们连解释也不用解释的时候 它是属于一种不范的 因为你跟世间人是相 背道而耻的一种行为 人家是追求欲乐的 乃至我的高中同学 他们要开同学会就说 你这样子都没有种种的欲乐队吗 你的心里会不会有压力 有状态有问题 我才不好意思说 你们才有问题 你们问题大了 当然他们会这样讲 我们就是可以的 我们就跟他们说 不可以的 人家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们也不用多说 因为有时候会造成人家的反感 或误解 第四 若毁谤则为猛力奋恨之所复辟 被这种憎恨的心 若像之颤泻清雪将争议其愤怒 对于毁谤的人 他已经很讨厌你了 讨厌到一种想要有暴力傾向的时候 对这样子的人 你再去跟他说明 有需要不需要 你越说会越描越黑 就是这个意思 增加他的愤怒 第五个 若知彼心二见所禅 他的心呢 就是说他的知见上 是不正确的 是颠倒的 有一些错误的执着 那横加击毁 而呢 傍生流步 对于虽毁而无欲于事 由此等因缘而不护不血 皆无误违犯 对于这样子的人 你不去做澄清的时候 是不会有违犯的 像这个应孙导师 应孙导师 其实是有很多人 对他有很多攻击的声音 不认同他的看法的 所以批评他的人很多乃至很多 有一些是直接 以前不是用 没有通讯的时候 他是写信 直接写信给导师 要来挑战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行为 有时候他是属于一种恶见 他不是说就事情上来去做讨论的时候 那么你不去 你不去回应他的时候 你也是不犯的 因为你知道多说无益 那么这个是这条戒的这个 这个戒相 好 再看第七 不折服众生戒 诺诸菩萨 安住菩萨 禁戒律于 见诸有情 一里种种 心处加行 心处加行 就是属于一种 心处 心酸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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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行呢 加行在 这个 一切是历论的 卷37里面说 好 我们看PPT 加行者 什么叫加行 为 为获得自胜利益 你为了获得自己有殊胜的毅力 然后呢 猛力 乐欲为所依的缘故 好 你有很 强烈的那种 欲要的心 为他的遗止缘故 或者是说害怕将来 堕落诸恶趣的缘故 或者是说呢 你害怕宪法 被别人所击毁 所以呢 对于一切的学处 一切的学处就是一切善法 一切的善法就是我们学习的处所 所以叫做学处 对于这一切善法学习的处所呢 你常常的勤护齿 你不断的去学习它 你不断的去修正自己 那无间所作 因众所作 那么这个叫做加行 简单来讲叫做什么 加功用喜 在藏传比较常讲到加行 就是说你努力了用功的时候 这个叫做加行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里我们回到菩萨界的文说 心处加行就是这样 就是用苦恼的事情 用特别苦恼的事情 来教训这个众生 或者是特别猛利的这个事情 加行来给这位友情 而得益利 使令这位友情 可以得到栽培善根 得到大功德 或者利益 如果只是互其忧劳而不现行 那么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非然违犯 这个好像是给我们的一个令牌 说有时候我们可以 对这个友情 你可以对他一些 给他一些猛利的 心处的加行这样子 但实际上有时候不是 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的动机是以慈悲心为主的 是以慈悲心为主 我们常常遇到有些人会说 这个师父骂人 然后就说 这师父愤怒金刚相 但是这就值得讨论了 这就值得讨论了 你说他用这种不好的口气 严厉的行为 那他当下呢 是有慈悲心的存在吗 利益你的心的存在吗 有些人可能是他转化的心情 心境的调整很快 所以他可以说我是用现愤怒金刚相 但实际上谁知道 对不对 他当下是一种 诚恨心来相应的 还是以慈悲心来相应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说我 我很生气 用诚恨心来做对峙之后 但是我心调整得快 马上就说 没有啦 师父是为你好 是慈悲心 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我们要去理解一下 我们这一条节下一节课再 下一次上课再重讲好了 好 这节课先上到这边 好我们下课 下课